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是专为被人分手而设的 这个地方就是机场入闸前的区域 每一次回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六个女人 六个在这里分开了就从来都没见面的女人 这六个都是我当时一心意中意的女人 可能就是因为我说少了这句话 你等我吧 小小沙沙的 及我小沙的相机 通通快快 愿能同快话别离 反反复复的 只会反复的同鼻 你要相信我一定再会期 我想我就是那种 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拖一个女孩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以后都不打算放手那种构式男人来 反而每一次都是在拖一个最紧最乱的时候 由对方松开手线 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见了六个女人的最后一面 我记得第一个送了一条有我们合照的颈欣给我 第二个张一搭你摸了邮票 写下他地址的信封收入我的行李里面 在三个离开之前笑了咬了我手背一口 在四五六个各自有他们离别的意识 和后来我才明白的暗示 小小沙沙的 琴和瀟沙的相机 痛痛快快 愿能痛快挂别离 反反复复的 只会反复的同鼻 你要相信我一定再会期 然后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半日之后 我就会收到他们的长途电话 和我说 反正远早你都会变 不如现在分开之旅的说话 于是我明白原来最重要的不是我会不会变 而是对方觉得我会不会变 有时候我会在想 当我一个人在英国街头 不停地挂着你 想起你们所有东西都不停咪咪咪嘴笑一会 而同时你就会在香港很痛苦 坐立不安地迷紧我已经变了心 我就会觉得真的很惨 惨到一个很好笑的地步 最爱的你 我永远最爱的你 与会变说会变 爱但从未 情一生不结兵 因由你暖我生命 缘寄我 已约好你 再见你 哪一天 将我 再交与你 先走 这一次再来到机场 是跟我第七个女朋友来 这个女孩处理的方法很特别 或者可以说很聪明 有一天她突然间跟我说 她说 我知道你回去之后 我就会又想着你 变成生你 怀疑你 所以我已经决定了 好 我们不如早点分开 我意思是 不如我早你一个星期 飞过英国等你回来 小小沙沙的 和我沙沙的相机 绷绷快快 愿能同快话别离 反反复复的 只会反复的痛悲 你要信我 别离也 一 今次终于轮到我来送机 即是因为身份调转了 我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一些东西 于是我冲了月初说了一句 你等我